你看这些老外 还挺遵守秩序的 大家都有序的排队买卖东西 还有人专门在这里放了台机器人防止数字低的人插队 你看 只要一靠近 机器人就把你绷得远远的 你想插队 哼 想都别想 不愧是战斗民族的形式风格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排队吧 大哥插个队哈 这是我在俄福开荒的第二天了 每天就是给老板打打工 清理清理上师 干点出货来赚取物资 你还别说 这幅对玩家的保护机制还是蛮好的 特别是对玩家的基地保护措施非常完善 别人想猜你家是非常难的 不信我给你示范一遍 你看 这是没装基地时的墙面 跟游戏里的系统房一样容易猜 但是装了基地时就不一样了 同样材质的墙面 用石斧一下只能造成一个点的伤害 你想把别人家的外墙猜了进去白瓢东西 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不过游戏嘛 总还是有一些丧心病狂的玩家 他们甚至可以秃手撸白糕 就是为了进老外的家里 不错 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就是我 今天我就要去拆这个老外的家 为什么拆他家 起因还得从昨天说起 昨天我打工回来交任务的时候 路过他家 而且还是做灰机从他家头上路过 就被这个房主从下至上 以打鸟的方式把我从天上给打了下来 可惜我当时没录屏啊 那场面极其尴尬 死撞极具惨烈啊 你说我只是个路狗而已 多大的仇啊 他还把我昨天才白嫖来的灰机给抢了 你说我不拆你拆谁 今天我已经准备的相当充足了 电钻都准备好了 你看我不把你家拆的连一面墙都不剩了 来吧 开干吧 好家伙 这房主安全门装的双面啊 看来没这么容易了 继续拆 好 终于快破门了 我的发 这什么鬼啊 你家门还带自动修复功能的吗 我都拆了两次还没拆开 算了 我还是拆墙吧 墙耐久度低一点 我一开始不拆墙的原因是怕他摆的不止一面 那样难度就更高了 看来我的预判错了 他把门抓了不止两面 来吧 继续吧 拆家人拆家魂 自己选的房子哭着都要拆完 快了快了 终于快转开了 What the fuck 这什么操作啊 这房主简直丧心病狂啊 他是有多怕别人拆他家啊 怪不得我拆不开他的门 他装了最少四面门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简直令人发指啊 我靠 谁杀我 这是房主回来了吗 赶紧复活 复活点就在大家隔壁 赶快过去看看 说不定还能捡回背包 前面最右是谁啊 娓娓缩缩的 穿的比我还寒酸 他都没发现我在他背后 根本就不像房主 我背包就在刚刚死的地方 我现在都不敢过去 妈呀 房主杀回来了 我背包又没有子弹 打不了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